OK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的这个呢 是静置边缘催化剂的点藏版 那为什么要买它呢 其实我个人对于这一款点藏版 它本身的质量其实是不满意的 我当年呢就想买 但是我一直看到这个雕像 它的实际成品之后 其实我是比较不满意的 不过呢 它作为这么多年以来 唯一的一个静置边缘点藏的产品 毕竟静置边缘的周边也很少 然后一代的话也没有点藏版 但是我最近又前段时间又通了 一遍静置边缘和静置边缘催化剂 然后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系列 所以就决定那此时不买更待合适 那只有这款能收集的情况下 那还是收藏这款 不过呢这款的量还是挺大的 可以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盒子 光是这个大盒子放到家里 我就特别开心 能看到这个静置边缘的logo 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OK 映入眼帘呢 那可以看到这边 这才是正面 这边有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 而且它不是平的 它是那种凹进去的一个静置边缘的 那个飞丝的那个纹身 眼部纹身 整体的包装风格非常的漂亮 和游戏里面的风格是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给打开 然后呢 首先嵌在这边的这个 是静置边缘催化剂的铁合版游戏 侧面的这个Mirror's Edge Catalyst 然后正反面呢 反面其实是完全黑的 只有一个DICE的logo 这边呢也是这个眼部纹身 然后我们就要看到重头戏了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雕像啊 那么这个雕像正确的 哪个方法应该是要把它倒出来 我感觉 这边呢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而且正确的方式可能是测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东西 是额外的一些 比如说这里有菲丝的这个纹身贴 这个纹身贴确实是你能贴在 这个身上的这种临时纹身贴 不过呢我也不打算用 我只打算收藏 毕竟这种东西是不是一次性的 我猜应该是一次性的吧 我也不完全知道 但我没用过这种确实 这里呢有一个信封 这个信封里面的东西是 静之边缘催化剂的一些 这个美术的原画概念图 可以看到这边都是 各种原画概念图那种明星片 我觉得实际上 这个里面的城市啊 是要比最终游戏里呈现出来的效果好的 我认为静之边缘一代的这个城市风貌啊 是比这个催化剂好很多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楼还是很现代 有种现代中透的隐隐的一种简约的风格 但是等到真正催化剂游戏里面就完全变成了那种类似于就是所谓的打引号啊那种 特别科幻的楼 其实一代的风格不是这样 一代的风格更接近于东京 然后在东京的基础上把它变得更简洁了而已 但是我不喜欢 我没那么喜欢催化剂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它把这个美术风格给改得更加的乱 所以我个人虽然很喜欢静之边缘催化剂的这个玩法 但是在美术风格上我更喜欢原版 那这个是这个上面带了一个浅浅的这个文士的另一个大信封 而这个里面呢是更多的这个艺术画 但是这个就是大的 可以看到一幅比较大的这个比较长的这个印刷画 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重头戏就是这个雕像 但其实这个雕像呢 我当时看到一些评测的时候是比较不满意的 不过它的大小是比较大的 这款雕塑它的这个大小可以看到还是蛮大的 我怕把它掰碎 因为它上面是一块玻璃 虽然呢 它的细节有点令人失望 但是它在体量上没有令人失望 作为一个典藏版的来说 这个还是非常的让你会觉得比较值的一个原因吧 可以看到其实啊 做工了也不能说特别烂 只能说一般般 那主要是问题呢 一样是和大多数典藏版游戏的问题一样是出在这个脸上 如果你只忽略脸的话 这一款典藏版呢 它的其实还是属于这个正常水准的正常游戏的水准 可是我当时因为这个脸的问题不是很想买 而且顺带一提最近的这个质量效应 最近质量效应出了一个女性薛帕德指挥官的一个 那么那个典藏版呢 也是一样脸有点怪怪的 脸做的不是很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反正我还是觉得还是应该买一下 毕竟女薛帕德的雕像 这也是第一次出 当然这个第一次出呢 不包含我现在手里拿着的这个 这个呢是寿屋的 这个是以前寿屋出的这种 我只能说是 这款是寿屋出的 我只能说是类似于那种 二次元美少女风格的女性薛帕德 但女性薛帕德的雕像在之前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这次我还是打算买的 只不过呢这个 很可惜啊 它不是完全满意的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细细看一看这东西 还是挺重的 它是挺有分量的这一款 那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形象是这个 那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形象是这么一个 一黑一白的 然后中间由这个破碎的玻璃组成的 毕竟玻璃是金智变元系列的一大重点 然后这种反光材料也是大量的利用 一个破碎的玻璃 然后这边是这个她的妹妹 小时候 而这边是她自己长大以后 这么一个场景 我们可以看一下她的细节 所以说你看 你只要不看脸的时候 这个雕像挺好看的 但是只要当你看脸的时候就不行 对吧 她这个脸明显啊 菲斯这边其实还好 菲斯这边还好 但是她妹妹这边就实在是不太行了 不过其他的呢还不错 并且作为一个这么大的雕塑 大家可以看到和我是手的大小对比 其实我的想象里没有这么大的 我的还是蛮大的 而且呢作为这个颜色呢也是黑白红 也很符合静置边缘的这么一个风格 如果呢 如果摆在我们的这个架子上 它它其实是很 哇 它放不进去 它放不进去的 它这个玻璃太高了 它这个玻璃稍微再短一点点 我都能放得进去 但是它这个玻璃外面这个尖啊 它外面这个尖直接就捅出 捅出去了 所以这个就很难办啊 现在啊 这个怎么办啊 难道这个不能放在 那我能放在哪里呢 那我要想想办法 总而言之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一期 简短的小开箱 我们下期再见